好 接下來歡迎 木暮 杜牧 她要求賽後房 嗯 但是她僅把這首歌 季曉君的 彩虹 獻給 獻給 我的 過世的 爺爺跟奶奶 好 嗯 不是那個 紅的那個喔 是 山上的 但是紅的那個是 外婆 外婆 可是因為我外公是外省人 他就說 分什麼 你公外公 全部叫爺爺奶奶 然後我就 這個都叫爺爺奶奶了 這首歌要獻給 在天上的爺爺奶奶 加油 季曉君的 彩虹 歡迎杜牧 製作人 有一道彩虹 不出現在天空 有一道彩虹 不出现在雨中 有一道彩虹 不出现在雨后 有一道彩虹 不出现在山后 它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 当我思念你的时候 总是有很疼的那段爱情 它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 当我思念你的时候 总是有很疼的这段爱情我 有一道彩虹 不出现在雨后 有一道彩虹 不出现在我心中 掌握不力 谢谢多默彩虹 好 我要问一下孟默 为什么是彩虹这首歌献给天上的爷爷奶奶 加油 慢慢来 等我一下下 好 我的感恩就是我们的奶奶 她走的那一天是我姐姐结婚那一天 然后我们早上去台东三家婚礼 然后下午我们要跳舞的时候 就接到通知说 她因为很想要去那个婚礼 可是她因为中风 然后她就从床上掉下来 然后就看护有去人空呼吸 可是来不及 然后她就走 所以 我哥老皮啊 所以 同一天啊 对 然后我们就不敢跟我姐姐讲 我们就偷偷地跑走 然后隔天 我姐姐才知道就是我们的 就是她过世了这样 所以 我到现在都不想相信这个事 因为 加油 太突然了就是 在最开心的时候 嗯 因为她是我们家第一个结婚的姐姐 然后 她就这样 她要帮我做的那个 原出名的衣服 我做一半 就 我没有哭我只是眼睛过敏 这就是人生嘛 对不对 就人生会发生的事情啊 对啊 郭槐老师 母母 加油啊 嗯 其实我觉得 一路看你比赛以来 你都有一个超乎常人的震静能力 但是我觉得 你就哭出来吧 没有关系的 就是一直压抑自己的情绪 其实很痛苦 那我一直很希望看到你在台上 非常动人 非常开心的那一面 我觉得我一定要给你掌声 现场朋友再给她一点掌声 谢谢 谢谢 因为当你唱在 她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的时候 你的眼眶已经是泛红了 可是你的控制力 坦白讲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 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已经快要绝体了 可是你还可以把它唱完 直到最后一个音 那个音虽然pitch不准 可是我觉得那个太完美了 那个就是情绪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台上 你有一个超乎常人的EQ能力 我希望你继续加油 你现在可以 以你的能力 你现在就像在练兵 你就慢慢练 我一定会在总冠军赛看到你的 你会加油 谢谢老师 杜伦老师 这一集做的就是感情嘛 那杜牧 我觉得到技术层面 你是可以再更好 但是就感情层面 我觉得你已经做得最好 真的真的 谢谢 如果老师给多少分数 但是我觉得 你用全力唱这首歌 献给你天上的爷爷奶奶 你的爱是满分的 知道吗 他们可以感受得到的 加油 好 你的爱是满分的 好 那接下来我还是要看你的分数 我们看默默的分数是多少 接下来分数 淘汰感言太惊人 我看默默的分数是多少 接下来分数 12.4 目前最高吗 今天最高吗 郭老师给到最高8.8分 你也在考 应该得的啊 唱那么好 对不对 还有给8.2的 哇 真棒 对啦 恭喜多么过关 欢迎爱